8月10日,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新闻发布会时遭遇枪击事件 华盛顿特区警方和特勤局在白宫周围加强了安保 周一,白宫外发生枪击事件 美国特勤局突然将正在进行新闻发布会的特朗普 护送出白宫新闻发布厅 大约10分钟后,特朗普回到新闻发布厅 说有一名嫌疑人被特勤部门枪击并送往医院 他表示他知道嫌疑人持有武器 枪击发生在白宫庭院边缘的围栏附近 特勤局在推特上表示 对一名涉及枪击案的美国海军军官的调查正在进行中 一名男性和一名美国海军军官都被送往当地医院 在这一事件中,白宫没有遭到破坏 也没有任何受到保护的人处于危险之中 特朗普说,没有其他人在枪击中受伤 他赞扬了特勤局的反应 并且告诉记者,他离开之后 被带到了白宫椭圆办公室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